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也有媒体猜测这个可能是中美两国关系日趋紧张的一个产物 那么在这里我们想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规定的背景 澄清一下误解 同时也想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样一个规定 对你在绿卡的过程中有哪些影响 首先要澄清的一个很重要的误解是 共产党员不可以拿绿卡并不是新规定 从1950年二战之后 美国国会就把共产党组织以及其他的类似的极权组织 就列在了Internal Security Act of 1950 在这样的一个法案中就列出了 这样一些组织的党员是不可以加入美国国籍的 那么此后国会对这样一个法案进行了一些修改和补充 但是最开始共产党员不可以加入美国籍是在1950年就确定了 那么1990年的Immigration Act 重组了关于共产党员和其他集权组织成员 不可以取得绿卡以及不可以加入美国籍的规定 那么这个1990年的Immigration Act里面的规定和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条款是非常类似 除了有两点非常小的不同之处之外 那么这个呢整个立法的背景呢非常清楚的说清楚了 那么共产党员以及其他集权组织成员呢 不可以取得绿卡以及不可以加入美国籍呢 是在二战之后就已经是美国法律的一部分 而且我们在美国职业移民法这么多年 共产党员不可以拿绿卡呢 也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规定 所以呢 10月2号移民局出台的规则呢 并不是把共产党员不能拿绿卡 刚刚才列到法律里面 也就是说这个并不是一项新规定 那么移民局出台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定呢 我们知道移民局内部呢 它有一个内部的一个审理的一个细则 这个细则呢主要是给移民官审理不同的case呢 给他们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指引 我们叫internal policy 它有一个policy menu 那么10月2号呢 移民局只是更新了这一块的policy menu 因为移民局在长期以来 constantly我们就说不断的连续的 它需要更新它自己的审理的规则 那么因为根据不同的这个形式的需要 那么根据不同的审理案件过程中所碰到的问题 他们会给自己的移民官提供更详细的一些规则来follow 那么10月2号移民局呢 是更新了它内部的关于 如何判断共产党员是否可以拿绿卡的 这一块的细则的规定 那么这个更新呢 一点都不奇怪 也一点都不 这个非常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正常的一个行为 而且移民局是经常在做这样的更新 所以我个人认为呢 这样一个更新呢 也不值得是引起这么大的轰动 认为这是一个新规定 首先这是第二个要澄清的 第三个呢是 那么这样的一个更新 到底是不是中美关系紧张的产物呢 我个人觉得这样判断是比较牵强的 因为这样一个更新并不是针对中共共产党 而是它是囊括所有的共产党组织 以及其他的类似的极权组织 所以说呢 这个更新呢 它的面是非常广的 一直以来也是跟随着在1950年和1990年的立法的范围内 并没有超出这个范围 也没有扩大这个范围 所以呢 我们个人认为它这个和中美关系紧张呢 没有太大的关系 只是说这个timing呢 可能正好是处在两国紧张的这个关系之中 所以有人会有这样的一个解读 但是呢 这样的一个更新呢 肯定是会对10月份以及之后的递交调整身份和绿卡申请的人会有影响 那么还有一个需要澄清的呢 就是这样一个规定到底是说共产党员不能进入美国进了呢 还是说共产党员不能拿绿卡 在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澄清 这个规定只是针对共产党员取得绿卡 而没有这个规定 在任何一个地方没有说共产党员不可以拿签证 不可以拿工作签证 或者是旅游签证 不可以入境到美国 这个一定不是这个规定所涉及的范围 所以这个一定要给大家澄清清楚 这个规定说的是 如何让officer能够一步一步来判断这个绿卡的申请人 如果他过去曾经是共产党员或者其他集权组织的成员 那么他是不是还可以取得美国绿卡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看这个细则到底增加了哪些内容 那么这个细则呢 我们可以说呢 是给了移民官一个很好的一个指引 要他们有一个四步的一个判断的一个步骤 那这样一个步骤呢 交到移民官手里呢 那么他们在看到申请 如果申请人是共产党员的话 那么他们呢就有比较清楚的这个guidance 那让他们呢 那一步步的判断 那么首先是判断呢 这个人的这个membership 也就是他在这个集权组织 或者是共产党组织的这个成员的这个身份 首先看这个组织本身是不是符合共产党员和其他集权组织的这个定义 那么如果这个组织符合了这个定义 那么到第二步 第二步呢就是说 那么这个人他和这个组织的联系呢 是不是够得上是成员 是这个组织的成员的这样的一个标准 那么如果他够得上是组织成员的一个标准呢 那么再到第三步 第三步就要看 他是这个组织的成员 那么他一贯跟这个组织的活动呢 他们叫是不是minifur 就是不是有实质意义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判断呢 如果说OK 他也是这个组织的成员 并且他的活动也是minifur的 那么再看第四步 第四步呢 那么就要看这些例外的条款 exception 是不是对这个申请适合 那么说到exception呢 我们也同时要纠正一下 有一些媒体判断说 因为移民局10月2号更新的这个规则的新规定 那么过去可以有的一些例外情况 全部都被取消了 那么这个说法呢 一定是没有根据的 那么这个exception呢 在移民局10月2号的规定里面 还是沿用了过去法案里面 所给出的exception 例外条款 那么原来的条款一直都是实用和有效的 那么这个exception呢 主要是分两大类 第一大类呢 我们叫involuntary membership 也就是说并非你自愿加入的membership 那么这个是呢 罗列了几种情况 比如说你是在16岁以下就入党了 那么那个时候呢 我们认为你是非成年人 你并没有一个判断力来判断 这个组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那么这个就是移民法相像所认为的是involuntary 就并不是你自愿的 还有呢就是因为各项生机的需要 因为工作的需要 因为这个食物分配的需要 那么你选择加入这个组织 那么这个呢也是一个例外的情况可以使用的 这是第一大类involuntary membership的例外情况 第二大类的就是说 你已经退出这个组织超过五年了 那么这样的一个限度呢 是针对这个中共党员的 那么就是说你要是有五年的 这个期限已经退出了这个党组织呢 那么这个例外情况呢 对你来讲也是实用的 那么这个呢 是细则家的这四步分析 那么这四步分析 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到 如果你曾经是共产党员 那么你现在又在这个绿卡的申请过程中 那么你该怎么办 那么有的人会说 如果我这个两个例外情况对我来讲都不适用 我该怎么办 是不是就意味着我就没有办法 完全没有机会拿到绿卡了 也不是 那么绿卡最后一步呢 还有一个weaver 也就是有一个豁免的过程 那么这个豁免的过程呢 移民局也这个给出了一些详细的指引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你是可以豁免的 比如说你对国家安全已经没有任何的 美国的国家安全没有任何的威胁了 或者是说你来到美国是和你的家人团聚 你是美国公民的父母 或者是你有美国公民的子女等等 那么这样一些豁免的情况 你可以看看对你是不是实用 所以说呢 这个如果你曾经是共产党员 而你现在又在绿卡的申请过程中 那么你不是很清楚这样的一个条款和细则 对你的申请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会强烈建议你和有经验的移民律师 商量和沟通 然后呢在申请的时候呢 不管是哪一种例外的情况对你实用 或者是豁免的这个状况对你实用 你们需要准备充分的详细的证据来进行说明 那么这样的一个规定呢 10月2号的规定我们只是说 它增加了一些细则 告诉了移民官该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来分析和确定 申请人是不是可以拿到绿卡 这样的一个细则 从法律范围上适用上 没有改变过去的法律的任何的规定 因此呢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放下心来 那么好好的准备你的申请 希望呢 这个你的这个membership呢 对你的绿卡的申请呢 没有太大的影响 那么好了 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就到这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谢谢